哈嘍大家好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叫做林冠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按下小铃铛 我请教一下据线委员怎么观察赖清德的主国论 原本啊在国庆晚会 有一些媒体大概造谣啦 小鼻子小眼睛只是在猜测 就说赖清德会在休息室回避国旗国歌 因为赖清德不只全城在场 而且发表了一个现在成为国际新闻的谈话 但是你注意看赖清德讲话的内容 他提那个什么你几岁我几岁 我比你老你怎么可能是我的主国 各位可以想这个不会是幕僚写的 我觉得就是赖清德他自己的 这应该是他本人想讲的话 他本人的真心话幕僚应该不敢这样写 怎么会写这样话 人家黄崇彦还要跟蔡英文去欧洲 不会这样写 就像之前赖清德提的 说你中国说寸途不让 那艾文条约的领土要回来 这个也不会是幕僚写的 但赖清德的主张基本上 其实他在国庆晚会各位有提到 他一直强调我们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记得很多年以前好像是我刚当民进党发言的时候 赖清德有一次跟我谈起了 就是台湾的两岸的问题 他就跟我提到啊 他说我们应该要 主张就是以我们的党纲 甚至要我背起来 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第一句话 他的名字叫中华民国 任何的改变要经过台湾人民同意 其实民进党没有台独党纲 民进党只有公投党纲 任何的改变要人民同意 民进党执政也不能改变 所以赖清德不断的强调 这个所谓的 我们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但他这次的谈话 不只引起国际媒体的报导以外 国际上也都支持我们 你要知道哦 如果是民进党或者赖清德 破坏了目前的所谓的两岸关系啦 等等 那压力会在我们身上 国际会压力给民进党 第一个翻桌的 第一个兵得一顶美国 美国现在在选总统的 赖清德如果真的是 我们是制造问题的话 那就会 那民进党的上上次执政 上上次执政 刚好阿扁的时候 他提的就是一边一国 美国翻脸 说你是麻烦制造者 那其实赖 所以蔡英文的时候 为了说从今建立互信 他就稍微比较内敛保守 那赖清德你看他昨天的主张 基本上就是两个中国 也是一边一国的意思啦 我们是中华民国 那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反而得到国际的支持 这个是一种国际其实上很大的不同 但我认为赖清德最主要的战略 就是说对于未来的两岸关系 还有台湾的主权论述 这国际话语权 台湾要参与台湾要拿回来 所以刚彭教大哥 他就要说赖清德讲的外边 好像好像变名嘴一般 那其实我跟各位报告 从此以后 我们台湾的总统 当他在谈起两个问题或者主权论述的时候 国际媒体就会追踪注意 我们把这个话语权 相当部分的拿回来 我们有我们的主张 而且确实得到国际很多正面的一个报道 那么现在说回来 赖清德其实另外讲的一个更重要的 我们说他好像变成类似两个中国一样 一个就是我中华民国 因为他一直回复强调之前跟我提的 民进党的党纲 民党的党纲某种程度就是承认中华民国 事实的一个存在 台湾主任都这个国家 他的名字叫中华民国 基本上 向来记者昨天的论述 应该是讲外人讲的 应该是韩国瑜讲的 那现在这些国民党人 已经变成亲共了 你要检验一个人 是不是真的爱中华民国 很简单一个标准 这个人有没有反共 你像国民党那一大堆亲共 舔共的 你有资格说你爱中华民国吗 中共 中国总共要消灭我们 要消灭中华民国 你能批评他连反对他你都不敢 所以刚刚主持人提到了 什么蒋经国 我看不起 这些国民党人每年去拜蒋经国 你用什么脸去拜他 我认为在这个时间点 其实是有连串的 就是赖金德的论述再更进一步了 尤其他过去提的那个所谓的 爱文条约那个 其实他讲的是有点远 好像是历史时候 不过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从清朝留下来 中俄就有一个不确定的国界 就两边都不否定的国界 是谁把那些正义的领土界线 签给俄罗斯 江泽民 胡锦涛 大概签了一百多万平安公里 三十几个台湾 你寸突不浪 你把三十几个台湾浪给俄罗斯 而且没有人知道 中国是封锁消息 所以如果你是真的爱中华民国 你要找共产党拼命 因为他把中华民国神圣领土 让给俄罗斯的嘛 所以我认为在台湾这些 这些亲共庭共的人 有一点逻辑错乱 第一个不知道反共吗 还是不敢反共 所以说中国军事演习 我认为那些 那就当然是我们看得到的威胁 看不到的威胁啊 不是中国打台湾 是中国买台湾 难道你们不知道要反共吗 所以我觉得赖金德谈话的 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他要抓住台湾 目前最大多数的国民 要凝聚大家的一个共识 大家是同传一命 我们应该要认同这块土地 不管你认为他的名字叫什么 台湾金马赖金德讲的 中华民国已经在台湾金马 生根了75年 那我们目前 应该要珍惜我们所有的 我请教一下巨县委员 民众党现在确实是 全躺挺柯文哲一人 那北检事实上 也在紧锣密鼓的办案 不过呢这个时间点 事实上这个会期 也是总预算的会期 那也有几个重要的人事案 包含了大法官 包含了考试院 以及包含了NCC的人事案 事实上在立法院 蓝白都可能全面的杯葛 而且已经全面杯葛了 更很更乱来的是 连总预算也杯葛了 那蓝白和显然啊 不仅持续而且更密切 为什么会说更密切更亲密 连发生柯文哲这个案子 这是国民党的议员 有所谓钟小平打得最狠最凶的 民众党今天如果真的挺柯文哲 其实跟国民党的关系 应该要有很微妙的改变才对啊 不只没有耶 而且国民党的议员打这个打得那么凶狠 包括什么议会调查小组啦 有所谓钟小平等等 那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 竟然出来喊国民党人不要去批克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这些政党或这些政客 你们的道德标准在哪里 遇到贪腐 就可以先丢一边 那为了你们的政治利益结合 所以国为了现在这种蓝白乱象 我认为还会持续 但人事权啊 这其实根本在政治上 不是让不让的问题 是不能让的问题 那我问你哦 人事如果全方位的杯葛 举例来讲 大法官跟司法院长 以许中立来讲 他事实上本来是已经要届满了嘛 那如果全面杯葛 那谁当司法院长 第一个 就这里中空听众嘛 他就是要让你的宪法法庭开不成 也就是说以后让你的大法官视线开不成 为什么 因为他把门槛定高了 定到三分之二 然后他杯葛人士 这次好像有九席到齐嘛 那剩下八席 那你永远达不到三分之二 比方说三分之二 过半都达不到 那所以以后大法官视线就永远开不成嘛 只要蓝白多数 就永远不会有大法官视线问题 那你要知道哦 视线不是都是政党政治的东西 有的是民众权益的问题 你海西家 民众他们冤屈 他们认为他们需要视线 你连这个机会都把它剥夺掉 这个实在是非常乱来 那其他包括的一些人事案 像NCC啦 像考试委员等等 其实为什么说不能让 因为这个基本上是责任政治 如果你说这个人不好 那执政党提不好的人 那政党利益 那竞争来讲 那你国民党不是最好 那看民进党用一些不好的人 那事情做搞砸了 那你国民党不是得力吗 其实其实不是这样嘛 就是说这个人基本上不能分账嘛 所以目前重点在于 蓝白在立法院可以当作没有柯文哲这件事情的存在 其实如果你民众党真的爱柯文哲啦 你的第一仇恩对象应该是国民党啦 你应该才闭名得对不对 对不对 谁去法院提告 告柯文哲只有 就是国民党的议员去告啊 中甲民去告的 对不对 民进党没有任何人 就是案子去法院提告柯文哲 你现在怪到民党身上 也就是说 你目前的政治利益来讲 蓝白为了要掌控 为了要掌控 他当然 那你这样打下去的话 重点是 民意会站在谁那一边 我们看政党的支持度各位看到 对 民众党是血崩了啦 那国民党 国民党也持续的掉啊 对 反而民进党还是一样保持在 政党支持度最高的部分 也就是你在国会的乱象 这样乱闹一通啊 国民党有得力吗 我们看起来是没有 也就是说那你要闹的话 其实我们现在担心的是 国家整个国政运作 会一直受到影响 嗯 请问 这个难道不是就是 习近平讲话的吗 嗯 就是共产党讲话的吗 他要你立法院的多数党 嗯 要国民党 就要有更积极的角色 扮演 嗯 好像完全听中共的一个指导器 嗯 那那 我希望台湾人民能够看清楚 选妙不能乱投 就是台湾人民要看清楚 行政团队本来就应该提总预算 但是立法院可以审核 也可以判特定预算 对 但是立法院如果全面直接退回 直接杯葛 那就卡死了嘛 就没有办法进行 但是你如果对于行政团队的预算 并不满力没关系 进入实质审查开始删嘛 对 删才是你的权责嘛 那你本人事实上 立法院是没有提预算的这一个权责的嘛 立委不能做增加预算的提案 对 那这可以删除嘛 那可以删除 对 那你可以利用审计算的时候 对你认为不 你认为有问题的地方 你可以提出咨询 嗯 那你你现在等于你 你蓝白也放弃自己 去检查预算有没有问题 甚至去咨询官员的一个权利 嗯 那那你根本就 这不就是乱搞吗 嗯 好我们稍后回来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林官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 同校大哥怎么观察祖国论 刚才啊 我跟林敬谢委员说 拜托赖总统啊 留口饭给我们吃啊 因为现在赖清德成为台湾第一名嘴 而且变成什么 世界级名嘴 你看从上次 他讲那个爱魂条约 为什么老公不去 把爱魂条约上次的土地要回来 马上全世界的主要媒体都登啊 这一次他又上了全世界主要媒体 这样搞下去 那我们真的是 和西北风了 对不对 但是呢 最吃味的是谁 最吃醋的是谁 马英九 因为马英九是很 很自爱的人 没事什么 顾影自怜 觉得他自己是 世界级的 长得又帅又怎么样 但是你发现没有 自从赖清德当总统以后 赖清德在国际媒体的曝光度 而且占有的那种这个板位跟这个铺 这种完全跟马英九没办法比 马英九跟比他不上 对不对 尤其现在 人家几乎已经忘了马英九的存在 对不对 好 OK 台风天的时候 马半 因为新闻比较少 他丢了个新闻 喂给两岸的媒体 说前不久 马英九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 哇 哇不得了 他一个退休的过去政客 还会受到哈佛大学的这个邀请吗 后来我一看 不对呢 半个月以前 蒋台北市长蒋万安 也号称说在哈佛大学演讲 上一次我就看了原文 把他踢爆了 讲了十五分钟介绍台北市 然后低头看小抄 看了三十几次 这叫演讲吗 底下的人总共三十七个人 那我一看 马英九的演讲更惨了 只有什么 秘鲁的一个过去的一个总理 还有卢森堡 也是过去的一个首相 三个退休的政客聊天而已 什么叫演讲 一点都没有演讲的价值 等等 秘鲁要飞到美国也很远 这可能有人出机票跟通告费 因为啊 这可能有人包食宿啊 抖内啊 哈佛大学 它有一个甘乃迪学院 这个甘乃迪学院 专门就是各 很多这个一些国家的退休的一些政治人物 包括说以前的澳洲的那个那个总理 他退休也曾经在甘乃迪学院当研究员 那就等于是给一些的退休政客的一个一个 歇脚的地方或写回忆录的地方等等的 那这个甘乃迪学院是哈佛大学里面最容易进去的 跟各位报个料 我差一点也去了 但是我自己 我自认为说我这个英文还没到那个水准 所以我还是选择到纽约去 你为什么 因为甘乃迪学院 它主要是对一些的 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 或者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的政治人物 来笼络他们 所以这样这些的问题 就是说他在那边讲什么呢 他讲啊 他就批评赖金德 说赖金德推出信两国论 结果美国的政界 商界 学术界都在怀疑赖金德 说了半天 结果各位 中国外交部 9月30号 这个人叫林健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 他为什么出来讲话呢 因为 拜登总统 金言台湾5.67亿美元 5.67亿美元什么概念 就是从民国39年以后 国民党执政到现在 美国从来没有单独的金言一次 这么高单位的5.67亿美元 结果中国气扑扑 他怎么讲 外交部说 美方为赖金德 撑腰打气 你不是说美国 依赖吗 那依赖怎么会特别给他这么高额的 这样的军援 那中国外交部解释了 美国为赖金德 打气 那你不是以美吗 美国不支持台湾啊 他说 如果台湾有事 美国不见得会来 结果 中国也 也告诉你说 美国啊 是 这样子 会引火烧身 支持恶国 完全 美国跟赖金德 是在一条线上的嘛 但是话说回来 真的 一旦到了 他敢封锁台湾 敢对台湾怎么样的时候 那他就有的后悔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林官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 分享 按下小铃铛 好 是从刚刚看到的是 赖金德 今天早上国庆演讲的片段 对 没错 他今天早上十点半 发表这个国庆的这个讲话 那当然因为他是上任之后 第一次在国庆发表这样的讲话 所以国内外其实都非常重视 包括中国对岸可能也在看 那这个文稿来说的话 根据总统府他们 或是相关的说法是说 其实也都跟外观有知会过 所以应该国际上都已经知道 这个大概总统上 总统要讲什么话 那当然了 因为他最近一段时间 用所谓祖国论 跟中国表达我们的立场之后 他在演讲稿的一开始 他也承认了就是113年的 这个中华民国的历史 他从这个113年前 有一些人这个揭竿起意 推翻满清讲起 然后又讲到台湾的历史 把他连接上 就中华民国除了在中国大陆 这一部分 也到台湾的这个部分 然后他最后讲到 我要感谢一代一代的国人 同舟共济 然后风雨共行 然后在现在已经在 中华民国已经在台澎金马 落地生根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然后民主自由 在这块土地成长茁壮 中华人民共和国 无权代表台湾 所以他等于是这个他用历史传承之后 讲出了这个 我们现在中华民国已经在台澎金马 这个生根 然后中华民国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 没办法代表台湾 然后紧接他话锋一转 讲到他的使命 他的使命就是要维护国家生存发展 团结两千三百万人民 还要这个坚持国家主权 不容并吞 所以他讲得非常清楚 他的立场就是这个样子 当然他后续又讲到说会落实 照顾两千三百万的这个生活跟生计等等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那怎么去做呢 他提到我们要提升国家的国防 民生灾防 还有民主的这个四大任性 他说我们准备了月冲组之后 国家就会更加安全 然后台海就会更加的和平稳定的一个状况 那他当然讲到我们台湾对世界的责任之后 他又把中国讲进来 他说目前全世界的国际趋势紧张 不断的升高 每天都有非常多无辜人民 死伤于战火之中 他说我们希望跟中国能够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 就是要结束俄务战争 或是中东和平 他希望说中国跟台湾一起承担国际责任 对区域的和平 还有全球的和平 安全与繁荣作户贡献 所以显见呢 他又再次强调台湾跟中国的角色 那就是两个互不隶属这样一个状况 那好 那对于这是对于中国的这个部分 那对于内来说的话 他当然讲到一些产业 因为事实上台湾民众非常关心经济的议题 他讲到说五加二的这个创新产业 还有六大核心的这个战略产业 他又把他的所狂推的包括说半导体 人工智慧军工安控 还有次世代的这个五大信赖产业 这样一个状况 他再次讲一次他的这个产业政策 那除了讲产业政策之外呢 要对未来的这个波化之外呢 他又讲到内政问题 特别他提到我们很多这个青壮年朋友呢 这个包括说明年的这个基本工资会调升啊 然后还有这个租屋的这个补贴会增大啦 然后政府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照顾的这个措施啦 包括说像长照3.0啦 然后包括说还有这个零到六岁国家政府 一起养的2.0等等的这些政策 另外他最后还提到说 他知道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高房价的生活压力 然后最痛绝的是诈骗横行 所以他就说我们要不回避这些问题 他讲的非常重 即使得罪特定传体也在所不惜 所以看起来的话高房价跟打炸 这个是他可能接下来会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 他说会加快打炒房的效率 所以他其实这个为什么我们目前为止的央行 越来手段越来越越激进 或许这也是政府的一个这个期待跟一个做法 好那至于讲完了这个说 说了之后他最后又提到说 国家的利益永远要高于政党的利益 然后政党利益永远不能够凌驾在国民的利益上面 他当然这句话是讲到 因为目前为止这个我们的预算的僵局 还有这个人事的这个僵局 他都期待这个韩国瑜院长跟卓龙泰院长 要开启所谓的朝野合作 那促进这个所谓党团协商 所以他讲到这句话 那最后结论来说话 我觉得他又是把这个他的立场再重新说一遍 这个他说到我们不论是大家喜欢尊称我们的国家 是中华民国是台湾还是中华民国台湾 我们要共同信念 我们捍卫国家的主权不变 我们维持台海和平的努力现状不变 我们希望两岸对等尊严健康有序的交流的承诺不变 然后我们世世代代守护民主自由的方式坚持不变 就是他的四个不变的这个状况 这是对两岸的主张的一个情形 所以等于是说他其实在这一次演讲里面来说的话 从这个他自己祖国论一乱一贯以来的 这个台湾跟中华民国的这个连结 然后到这个我们跟中华民国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然后讲到一些对外关系之外 又讲到内政 然后最后还在讲了他的所谓的事不变 事实上基本上他这个演讲稿的话 是写的相当的不错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仔细来看他这一次的演讲稿里面来说的话 讲到中华民国他讲了十次 然后讲了台湾讲了四十七次 所以显然台湾还是讲了比较多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他讲到这个演讲稿之外 因为目前为止来说 中国对台湾的禁逼的压力越来越高 所以他这一次其实 我觉得他在想办法团结国内的任何个政党 因为包括说像在两岸认同的部分 我相信他讲出来也是一个最大公约数的这个讲法 那他也提到就是两这个国家的利益是比较大的 所以要诉诸所谓的国内团结的这个态势 好那当然因为他讲完了之后呢 我就讲这个这个所谓的国会 国庆的这个演讲稿来说话 已经有跟外交伙伴都已经知会过了 所以美方这一次的反应是说呢 他认为说中国应该没有理由 因为这样呢就对台湾进行所谓的军事施压 可是呢这个美国是这样期望 但是中国呢马上就派出27架次的共机 还有9艘的这个军舰来扰乱台湾的一个情形 那除了扰乱台湾之外呢 因为中国准备在我们国庆日今天 也就是今天呢 中国的西舱的这个卫星发射中心 要朝西太平洋发射火箭 那今天晚上就会通过我们台湾的ADIZ的这个上空 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 中国还是有意无意的在表达他们对台湾的态度 好那当然因为今天有一个非常特别 是他邀请了这个台湾过去的这个历任总统 那包括说像蔡英文总统啊 或是说陈水扁总统都出席嘛 那今天早上的时候 马英九总统就开了一个记者会 他就说呢哎我不去了 因为原本大家是希望说 这个四个总统能够同台 结果他就说呢因为呢 因为赖兴德主张所谓新两国论 然后这个违反宪法 所以他就因为这样子 他就让全民呢这个陷入陷入困境 然后不要为了个人的错误的意识形态呢 这个否则你就不配在担任中华民国的总统 所以因为这样而不去 好那他这个说法来说 当然我觉得大多数人来说话 可能无法认同啦 所以这个绿营的立法人就说呢 他是拿国家的庆典 向中国表忠的一个状态 好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当然这个马英九这样的做法的时候呢 绿营是有不一样的想法 但是蓝颖就说 反观傅昆奇也出来讲 他说总统呢 其实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的这个短暂的过客 这样一个情形 那甚至呢 我讲了这个朝野双方当然大家不一样立场 今天还有民众党的八名立委 他们也到这个现场 那因为我们知道韩国瑜院长是说 他还留了一个位置给柯文哲嘛 对不对 那他们当然觉得说 民众党觉得很软心啊 说他们对我这样子 但是他们这八名的这个立委呢 这个出席这个状况的时候 他们是穿着这个公平 这个justice公平政体的这样的衣服啦 然后这样去然后当然代表发言的是黄国昌 所以看起来的话 好像这个黄国昌是有点引领这八个人的感觉 然后还证告赖清德说 民主共和的路上不会只有一人一党 所以看起来的话 他是这样一个情形 好那我们讲完了今天的这个国庆大典之外 我们再讲一下 因为赖清德总统讲出了这个祖国论之后 其实上在网路上 或是在国际上都掀起了非常大的讨论的这个热草 我们现在讲这个网路上 虽然过去的戴京的笼统在网路上的声 这个声音其实一直没有很大 就是说他讲什么讲什么 其实都没有很没有很受关注 但是你可以看到说 9月29号那时候不是有说一个消息 就是说赖清德说 你将官看到我没有站好没有立正这样 就没想到因为这样一件事 你看他的这个网路的讨论声量就开始往上攀升 果然派起来的时候 大家可能就会比较追了 你真的是个总统这样的感觉 你看蔡英文也是一样辣台妹之后 整个民调整个这个讨论度就往上窜身 所以他这样就往上窜身 那你看国境晚会的时候 他重申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绝对不可能 是我们的祖国 这句话也是蛮这个 我觉得也是讲出很多人的想法 你看这个民意 这个所谓网路的这个声量 就开始往上窜身 这样一个情形 那我们讲到 祖国论在网路上 大家的看法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看到这个网路上的正负声量的这个表 那正面的声量是绿色 然后负面的声量就是红色 但中间的话就是大概比较没有表达 他的意见的这个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事实上讨论比大概是正负是差不多的 这个正的话大概是9056则 负的话大概是9020则 大概还是正大于负面的这样一个情形 不过我们知道 因为这个网路有时候是被这个操作的 不过你可以看到说 过去赖兴德都是负面大于正面 但是很难得 他的祖国论是正面会大于负面 所以看起来的话 其实我觉得赖兴德总统想办法 在这个两岸的论述 或是两岸认同上面来说 一直在寻找一个新的论述跟一个想法 当然目的也是在团结我们国内 所有台湾民众对于 这个两岸关系之间的统一的想法 那如果能够有统一的想法之后 当然我们内部分析 至少就先扫掉了 这个所谓两岸认同的这个部分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林官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 孝大哥 赖兴德论述 中华民国是台湾 那中华民国或者台湾 都要一起团结 不分批次 那一起加油 捍卫国家 捍卫主权 是的 如果说前几天 在这个国庆的这个晚会上面 赖兴德提出了所谓的祖国论 那么今天在国庆的这个大会上面 赖兴德的国庆致辞 最重要的在哪里 他提出了国家论 什么叫做国家论 如果政治学都知道 在政治学 政治哲学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章 就叫国家论 换言之就说 国家的存在 到底为了什么 难道说 要每一个国民 为了国家去死吗 为了国家牺牲这一代 成全下一代 为了国家的伟大复兴 然后牺牲了你的股市房市 牺牲了你的就业 不是这样子 今天中华民国之可贵在哪里 你看赖兴德的整个讲话里面 他有提到 就是说 从当年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武昌起义 乃至到了后来的 这个古宁头战役 八二三战役 乃至高雄美丽岛事件 所有这些起而奋斗的 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为了追求自由民主 中华民国最主要的 立国精神在哪里 第一个 推翻了中国三千年的帝制 成建立了亚洲第一个 民主共和国 然后 要目标 理想要实现美国 林肯总统所说的 民有 民智 民想 这个精神 才是 今天我们所追求的国家 至于说这个国家 是叫中华民国 或是叫台湾 或是叫中华民国台湾 不是重点 重点在于 我们有没有坚持 中华民国一百一十三年之前 我们的那个立国精神 今天中华民国最可贵 最值得我们坚持的 就是他的自由平等博爱 就是他的民有民智民想 就是他的主权在民 今天赖兴德通篇的演讲里面 我们可以更精确的讲 这是中华民国务实台湾独立论 他真的是把台湾作为一个 组成独立国家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 在中华民国建国精神之下 我们在台湾的这七十五年来 陆陆续续落实的 都是当初一百一十三年前 我们所接触的 这样的一个伟大的目标 这才是国家的意义 而不是说他一定要什么名字 名字真的不重要 难道说统一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会更幸福吗 你看看前几天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七十五岁生日大典的时候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忙什么 救股市啊 救房市啊 救经济啊 今天我们蔡英文总统 我们赖清德总统所提出了什么 是今天我们如何的 在这个世界上 能够出人头地 能够出类拔萃 能够带领引领这个世界 跟着这个世界能够达到一个更为民主 更为先进的这样的 台湾can help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篇的演讲 因为过去我也是当过一些高级长官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文胆 诚如刚才这个 我们前面所讲 世聪所讲的 这个文 这篇文稿写得非常好 文人相亲 但是我不得不也要承认 真的是这篇文稿写得非常好 但是以我过去的经验 你文稿好不好 跟你这个 这个老板 他有没有那个概念 有没有那个境界 很重要 你今天 如果你这一个总统 没有那个境界 没有那个概念 你要叫你的文胆要怎么写 没有方向 不可能 对不对 所以这也代表说 从前几天的祖国论 到现在的国家论 让我们看到 赖清德总统 在他脑子里面 不是只有他的医学的专业 也不是只有他的一个政治的专业 而有更高的一个境界 就是如何的让中华民国 在台湾 能够继续的 能够向这个世界的同样一个价值观的国家 大家携手共进 而且让台湾能够发挥作用力 不但能够带领我们的台湾更进步 更平等 更富足 同时也要希望台湾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发挥出更正面的作用 而且我非常欣赏的 他提到我们台湾的年轻人 多少在各种杰出的表现 17岁的木工 20岁的冷气 世界第一 这些他的学历不见得很高啊 但是呢 意思就是说我们肯定的 新一代的年轻人不是说你读了多少书 你拿了什么博士学位 不是的 而是说你在你各行各业里面 是不是有出类拔萃的表现 换言之 台湾的大小不在领土 不在人口 而在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有没有出类拔萃的表现 所以他提到 小小的一颗金片 转动了全世界 这个就是台湾的真正的表现所在 真正的实力所在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赖总统的这一篇的演讲 真的是让我们对 我们是台湾人 我们在台湾值得骄傲 我们要好好的为中华民国台湾 大家共同加油 共同努力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林官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 好 是从刚看到的是日本媒体的观察 确实这个内清的国庆谈话之后 包含了普睿者都认为相对温和 而同时国台湾固然 例行的这一个文攻武吓持续 可是各界也高度关注这个时间点的变化 对没错 事实上这个不论赖金泽总统说什么 事实上中国还是对我们持续的文攻武吓 包括说从昨天早上的凌晨六点 一直到今天早上的六点的时候 中国一共有20架次的这个共机出台 出来这个骚扰 那一共有13架的预约中线 那另外还有10艘这个共舰 持续在我们台海周边活动 所以一共有30架的军机跟军舰来 来骚扰我们台湾 那当然我们台湾就说 我们运用相关的任务机 舰还有暗自飞 在密切观察他们的这个行动 另外一个就是昨天晚上的时候 其实中国的这个西舱卫星的发射中心 有发射一个火箭 那火箭有穿过我们的ADIZ的这个这个防空识别区 好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话 赖先生总统的讲法来说话 回应的这个中国有两个单位 一个单位当然是国台办 国台办第一个就说 你是在鼓吹所谓的新的这个两国论 那把台湾绑上什么台独 那以独来这个挑衅 是危害这个两岸之间的和平的这个根源 他就说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这样一个状况 那特别是他这一次呢 有针对这个我们赖总统讲的所谓祖国论 他有做出一些他也用所谓历史来讲 他就说我们目前为止来说话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 他讲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 讲到孙中山革命这样一个状况 然后就这个这个辛亥革命取得成功 然后就说1945年的时候 因为中国人民抗日获得成功 台湾因此光复所以回归祖国 然后后来1949年是因为内战的关系 然后他就说制度的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 更不是分裂的这个借口用这样来讲 所以呢他其实某些程度来说 有针对赖清德总统的讲法来说 有针对他们的一些看法来进行一个驳斥 但是无论如何他就说你还是一个两国论的一个状况 那除了国台办的说法之外 中国的外交部他就说 这个毛铃就说赖清德是变花样 然后在贩卖台独的这个理论 所以他其实后续的讲法跟国台办其实差不多 所以也就是说你这样讲法来说 就中国的这个定位里面 你还是在贩卖台独的言论 甚至有两国论的这样一个状况 好那当然这是中国的这个反应 我们也不足为奇 那美主要是美国这边怎么讲 事实上美国国务院就说了 他就说了其实这个这次赖清德的讲法 其实是相对温和 这个是前AIT的这个主席普瑞泽说的 那事实上我们也的确是如此 因为以赖清德总统过去的这个 他就赶到这个中国到去呛说 他是台独这样一个状况之下 他这一次没有讲这样 事实上真的是比较这个温和一点点 那国务院就说他们不认 他们不希望中国挑衅 因为他说这一次的这个讲法来说的话 都是例行的 然后聚焦在国内的议题 那这一次也是相当的这个温和 所以他不认为说中国会做出 太激烈的这个动作的一个情形 那另外一个就是 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演讲来说的话 就目前为止 一个美国的这个资深官员 告诉路透社说 事实上国庆演说已经透过非常多的管道 然后跟我们说的外交伙伴们 都已经简报相关的这个状况了 所以认为说应该都是在控制之中 不过我们国我们国安人员是说了 中国可能会用这个我们赖重总的国会 国庆的演说当成借口 然后进行一个军演 现在军演就是我们要有这个联合力见的 2024A已经进行过了 那这次可能会是一个代号是2024B的 这样的一个军演 那我们就看说后续 有没有军演的这个状况 那当然美国就说 他不希望有这种所谓破坏和平挑衅的这个动作会出现 好那除了这个美国官方跟中国官方的立场之外 外国媒体怎么报道 因为包括说像华盛顿邮报金融时报 还有这个这个日本的日本时报 还有半岛电视台都是以这个非常大的封面 或是非常大的这个这个版面在报道这件事 那尤其是他们都聚焦就是说台湾我们总统认为北京无权代表台北 或者说台湾总统呢誓言对抗并吞等等的这个角度 所以看起来的话其实因为他这次讲话外媒也都注意到了 那除了这个之外 因为其实赖清德昨天有提到所谓的 要加强我们台湾的任性 那因为赖总统呢 最近有成立所谓全社会的防卫兼任任性的这个委员会 那目前为止来说 已经打造包括我们国家安全上面的任性 然后经济安全的任性 社会安全的任性 有准备更多的话 台湾就会更加安全 那另外就是我们台湾跟美国 有一个国防工业的这个任性伙伴成立的一个大会 那这个我们的军备部的副部长 这个徐璞衍 这个徐璞衍就参加这个会议的这个状况 所以看起来的话 台美之间呢也是在做一个持续加深 彼此往来的一个状况 那因为昨天呢 这个蔡英文总统有出席这个国庆的这个大典 那紧接而来的话 他十二号 也就是明这个明后天呢 要出访到欧洲去 那这一次来说的话 他除了在捷克之外 他这次现在也确定他会到布鲁塞尔 那布鲁塞尔是欧盟的总部 那除了去那边拜访欧盟的官员之外 他也会到欧盟的议会里面过去 那目前为止已经获得了 我们驻欧盟的代表 还有比利时的这个相关的代表 都确认了这件事情 那除了这个蔡英文总统的事情之外 另外就是这个马英九 因为马英九这一次的这个动作来说 让很多人非常的这个不能够接受 就是说你怎么这一次的这个马英九 你甘愿当这个对岸的小弟 你配合对岸的这样的做法 这个党内也有人跟他不同意见 那当然我们这个大部分社会上 也对他有不同意见 那尤其是他一直讲到说 两岸关系好 才会让台湾的经济好 那这个谢金河谢老大 他就有批都写个文章嘛 他说其实呢 四个总统执政的任内来说的话 这个马英九总统的这个股市表现最差 因为为什么阿扁总统来做八年 那股市上涨了192点 至少还是涨哦 那马英九的八年股价下跌了1178点 那蔡英文总统做八年的话 股价指数上涨了13127点 虽然说如果按照马英九的这个理论来说的话 如果我们跟中国脱钩 台湾会很惨 但是从股市来说 并不是这样子一个情形 反而是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台湾的最大转捩点 反而是出现在从2019年的时候 川普开始打这个中国的贸易战开始 台湾才真的这个完全体肺 所以台湾跟中国的这个经济的依赖 目前为止 其实已经慢慢越来越低了 那既然呢 这个他的国庆的这个拒绝出席 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应之后呢 他就晚上就跑到哪里呢 他就跑到这个这个基隆去了 他就站在这个反罢免这一边 他就说要用所谓的胜利之卧 我们当时长过去 他就说他是死亡之卧啦 那这用这个胜利之卧来力挺这个谢国良 因为当然了 这个礼拜来说的话 最重要就是这个准备要投这个罢免票 那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这个所谓的差梁跟顾梁 两边呢 是要真的好好的对决了 好那除了基隆之外 事实上现在有媒体报道 就是另外一方面来说 台中的罢免好像也开始起来了 这里面叫做敲锣 断剑跟废响 主要是三个人 一个是廖伟翔 一个是黄健好 一个是罗廷伟 那因为这三个人 其实有非常重要 就是卢系的人员 就是卢秀燕的人马嘛 那你这个发起这个罢免来说话 某些程度来说 当然也是在让这个卢秀燕呢 他这个有一点点压力的一个情形 一个情形 好一个状况 另外除了这个之外来说话 当然昨天还讲到这个黄国昌 因为黄国昌他们昨天这个下午 除了昨天早上除了出席 这个我们国庆大典之外 下午他们还办了一个挺科大会 集结嘛 就没想到集结之后 四大天王都去了 黄国昌 然后这个陈佩琪 然后包括说像 这个所谓黄珊等人都去了 就没想到 还有馆长 就没想到只有五百个人在那边 然后线上只有一千人 所以看起来的话 整个这个动员力量完全小轰 就没想到黄卓昌 还在骂这个赖清德的讲话 你这个讲话是空洞又心虚 可是到底是谁空洞又心虚呢 你看你从昨天下午 你就可以看出来 现在其实真的在空洞化了 是民众党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林冠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 范老师 事实上布林肯能然也呼吁 这个中国共产党要共同维护台海的和平 跟稳定 那美日事实上判断 赖清德的国庆演讲相对节制 其实从上个礼拜六 在国庆的这个晚会 赖清德讲过中华民国是我们的祖国 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然后到昨天 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 无权代表台湾 可以说是金句连连 那我比较讲 我看到各界的反应 我提出三个看法 就是三不政策 就是蓝营不反对 独派不反弹 中国不反应 第一个 赖清德讲的这些东西 赖清德很难反对 中华民国是祖国 谁敢反对 当然有林涛啊 也批评什么什么 但是你看朱立伦 或者是国民党 起码他们不敢反对 因为没有立场反对 你们最挺的就是中华民国 第二个 独派不反弹 到目前为止 独派没有提出抗议 对不对 独派是这个 甚至很厌恶中华民国 要成立台湾共和国 第三个是中国不反应 就上个礼拜六 赖清德讲过 这个祖国论之后 中国延了三天 才做回应 而且回应的内容 其实都很空泛 说什么赖清德 什么历史悖论 什么台独怪谈 什么偷换概念 什么混淆是非 什么台独谬论 什么新平庄旧旧 都是一些情绪性的发言 没有针对赖清德的 祖国论正面回击 所以我觉得中国是不反应 那我想讲说其实很重要是什么 就是说独派不反弹 这件事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知道嘛 赖清德昨天的演讲里面 八次讲到中华民国 是比这个蔡英文还多 那为什么独派都不讲话 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才这个这个终于了解了 你大家还记得吗 在2017年9月26号那时候 赖清德当任行政院院长刚上任 他在立法院接受咨询 他说我是一个务实的台独政治工作者 很多人就说你干嘛讲这个东西 好像是太偏独了 不应该如此 终于我们现在终于知道 他那个时候就已经被认定 是所谓的台独经孙了嘛 所以当他有台独经孙这个身份 他讲中华民国 独派就不会就体谅他了嘛 认为说你是不得不讲这个东西 可是你内心还是向往着台独 只是那是未来是 所以我们知道很多独派人士是讲到 要曲线建国 就是弯着来建立台湾共和国 暂时接受中华民国嘛 但是对于这个小英来讲 他就不是台独经孙啊 所以他稍微过一点界 谈得中华民国多一点 独派就批评他 而是人安已经炸锅了 我有一个群组 赖群组里面是有是比较偏蓝的 深蓝跟浅蓝就对立了 浅蓝就说 你看赖清德已经承认中华民国了 你们为什么还在批评他 虽然就说没有啊他是假的啦 他表面都是中华民国 他内心里面不是 所以我觉得被人说分化了蓝 所以我觉得赖清德这个讲话是分化蓝 而且把浅蓝那块 把他拉进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扩大他的一个基本盘 第二个怎么样 去除依赖论 你说从选前到这个现在 不管是国民党或者是中国 都在讲什么 哎呀赖清德 因为他是台独工作者 所以美国对他很不信赖 好啊我这次讲这么多中华民国 你总不能不信赖我了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去除这个 依赖论 再来就是 你看就是中国这次的反应 为什么那么的那么的迟缓 包括我们看到这两天中国的外交部 他也是讲的都是一样的 都是讲的都是这个过去的城乡烂调 因为他们不晓得怎么样来回应赖清德 因为我觉得赖清德跟小英是不太一样的 小英是不卑不亢 有为有守可是他的手势比较多 做的他有些东西他不太愿意 就是表他太清楚 那清德不一样啊 那清德很多东西 我觉得他是突发奇想 而且很多东西他反应很快 他有自己的想法 而且他该讲什么就讲什么 包括他讲的这个主要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 就是否定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 那这个当中国也不知道怎么回应 所以我觉得他最近的一些做法 反而看得出来是中国的反应的迟缓 为什么因为中国就这个大官僚系统 而且大家什么东西 像连国台办都不敢做决定 一切要听习近平的 难怪国台办的反应是这么的迟缓 第二个我必要讲说 赖清德其实他有一个很奇怪的 不能说奇怪 他有特殊的一个思维就是 到这个场合可能不是他的主场 包括我们看到这次因为 国庆的晚会或者国庆的大会 因为这次的整个国庆的筹备委员 或者主委是谁 是韩国瑜 所以你看很多其实是韩粉 包含那天的国庆晚会 很多韩粉去参加 包含昨天也是一样 很多韩粉是买机票从美国回来 这些人过去八年是不参加国庆的 因为过去八年 筹尔会的主委是谁 是游锡坤嘛 是民进党嘛 他们是冲着韩国瑜而来 可是我觉得赖清德赶在这两个场合 讲这些话 我认为他也是针对韩粉 所以我觉得他有点怎么样 这不入虎穴烟的胡子 我知道这个场子不是我的 可是我可以宣兵夺主 就像他在今年的八二三 金门炮战六十六周年 金门是来到出资的地方 他照样到金门说 我们要保卫台澎金马而战 我们要对抗中国对台湾的侵略 金门跟对外人的关系很密切 你看陈运真的知道 他敢讲这句话 然后看到到今年的六月十六号 他参加凤山陆军官校一百年的校庆 在下面的人很多都是韩粉 都是蓝的 甚至有人当时他们那些退降说 赖兴德讲话我们不站起来 而且我们要背对他 结果赖兴德讲什么 他说首战及中战就是投降主义 针对马英九的讲话直接批评 第二他说中华民国在哪里 黄埔就在哪里 他讲说为中华民国而战 为台澎金马而战的才是真黄埔 不敢主张这个的看法 就讲黄埔 他公然的跟这些黄埔军 这些退降是蓝营的 是真蓝的 甚至是统派的人 他敢讲这个话 所以我觉得他是敢于这个面对挑战 他是不害怕的 他是勇于面对的 我觉得这个出现是一个领袖的一个气质 好那我们看到 赖兴德可以让独派这个支持他 可是国民党朱立伦没办法 你看昨天的这个讲完马英九 他拒绝参加这个国庆 他说是因为赖兴德讲两国论 新两国论 他这个说法是跟国台办讲法一模一样 新两国论 可是我认为他不去的理由最大 也不是什么赖兴德 他真的想的是 他想12月20号 去参加澳门回归25周年的纪念活动 因为据了解 这个活动习近平会从北京下来 而马英九想要来第三次的马锡会 就他还在表态嘛 对 他昨天还想什么 他说台湾跟中国不是两国 是两区 那搞清楚 那你共去当八年的总统 你是当区长吗 那澳门的确澳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他是区嘛 对 那你去参加这个区的回归25周年 你是要把台湾也变成区吗 或者他移民澳门去做澳门特首 也可以啦 也就是当这个区当赌场核官 好 我们现在这个所得算蛮高的吧 可是看起来他就是为了要想要跟习近平在这一面 然后不惜昨天拒绝出现 昨天是阿比也参加 对 蔡英慧也参加 就只有你马英九不参加 所以你就是故意要向这个习近平表态嘛 可是你这笔账会算在谁头上 国民党头上 如果国民党还不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坚持的话 你的神主牌 你的中华民国神主牌 已经被赖清德搬走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宁关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叫做宁关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